深奧發電廠環評過關 但根據台電的污染模擬報告 桃園市的懸浮威力影響指數不到1 可是根據新北市政府委託民間的環評調查 桃園最高竟然有到7 到底是什麼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呢? 今天市長在議會面對議員的質詢就特別說明 如果新北市的數據是屬實的 那他就反對興建 深奧火力發電廠環評過關 但卻引來外界的大力反彈 因為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將會嚴重的影響身體健康 根據台電所做的PM2.5污染模擬報告 評估顯示 桃園市指數最高每立方公尺懸浮威力為0.989 但新北市政府委託單位的調查報告 卻顯示出桃園有6.871 整整數據差了7倍之多 中心大學環工系 他所做出來的這個 模擬的這個評估報告呢 那我們桃園呢 這個空污的這個指數呢 是6.871 那這個指數就是那個被 就是呈現的這個結果 相差7倍 相差7倍之多 市長面對質詢也特別說明 會在求證新北市政府的數據資料 如果屬實就會反對興建 中心大學的 請問嘛 市長您剛講的 那是新北市政府委託的 沒有錯嘛 他的數據跟台電差了7倍 那我剛剛已經回答 如果空污真的像 新北市政府委託的那個樣子 我反對 你反對 藍媒不管是否清潔 長期吸入對於人體 都會造成一定的傷害 官方的評估數據 卻與學術單位出現巨大的落差 也讓這次的電廠環評蒙上一層陰影 桃園有新新聞 林瑞峰議會才有報導